男人在黑暗中一路狂奔,前方便是万丈深渊 突然,一股强大的不明力量将男人从悬崖上推了下去 一个身影来到悬崖边望了望,随后匆忙逃离了现场 清晨,奥大利被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惊醒 来人这是他的上司鲁蛋 奥大利是一名FBI探员,上司给他派发了新的任务 原来开头坠崖的男人叫做莱斯特 他19个小时前刚刚从联邦建议越狱 有限报称,莱斯特去了他的故乡 免应周的港湾镇,于是奥大利只能独自来到了港湾镇 奥姐猛打方向盘,连任带车挂在了悬崖上,摇摇欲坠 今天出门望了看黄厉 就在他不知如何示好的时候 一个男人敲了敲车窗 男人眼睛手快,解开了他的安全带 他们眼睁睁看着车子距离悬崖 男人瞥见奥姐带着枪,当即把枪与他对峙了起来 当然奥姐也不是吃素的 他对着眼前这个蠢货破壳大骂 随后掏出了FBI的证捷 男人也不甘示弱掏出了自己的证捷 原来他是港湾镇的内森探员 搞了半天是同僚啊 误会,误会 内森说小镇的地形比较特殊 所以马路塌陷什么都是家常便饭 听说奥姐是来办公务的 内森便好心送奥姐一程 哪知这个女人是个马大哈 内森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原来他从小就没有痛觉神经 一番寒暄过后 内森带着奥姐来到了莱斯特的坠崖现场 之后已经摔得粉身碎骨 这是老警长,也是内森的父亲 老警长很排外 对奥姐的到来不是很欢迎 奥基兰的搭理他 他从莱斯特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 已经看不清上面的文字 尸体没有拖动过的痕迹 很显然,他是坠崖而死 可莱斯特的尸体距离悬崖那么远 难不成他们在崖顶安了没大炮 局长说奥姐想多了 他们真穷得连路都休不起 哪有钱买大炮呢 内森带着他来到了悬崖顶上 看得出,内森与他的警长父亲 相处得不是很融洽 奥姐信心自己是个孤儿 他无父无母 也自然没有这么多的家庭问题 悬崖上有两组脚印 看来当时有人正在追死者 诡异的是 周围很多树木都被连根拔起 像是遭遇了一场龙卷风 内森说 小城经常有极端天气 可昨晚也没有刮风啊 这里也没有什么大炮 既然如此 莱斯特又是怎么一下子飞这么远的 奥姐找到了一把左轮手枪 内森则发现了一顶帽子 他认得这顶帽子的主人 他叫做康拉德 死者莱斯特曾是他的战友 但是这货偷走了康拉德的所有钱 导致一无所有的康拉德 如今只能在小镇上当杂工 这么说来 康拉德是有杀人动机的 康拉德不喜欢别人离他很近 他说自己早上 确实去过悬崖上看风景 帽子也是那时候吊纳的 不过他没有看到死者 康拉德自撑案发时 他正在水瓶馆挖牡丽 没有作案时间 可他又找不到时间证人 奥杰懒得理会他的安全距离 他警告康拉德老师点 不想刚靠近康拉德 远处就刮起了沙尘暴 小镇瞬间笼罩在了漫天风沙之下 周围乌默默一片 五米开外人出不分 内森差一点就被一辆机制的卡车撞了 幸好奥杰发现及时救了内森一名 风沙很快退去 内森也紧紧受了点轻伤 现在他们俩扯平了 奥杰刚转身 就遇见了小镇的居民代夫兄弟 他们俩也是海湾先驱报的主编 小镇上没有什么新闻 人渣莱斯特的死亡算是头等大事 老人一直说奥杰很面熟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 奥杰不以为意 都有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么老土的搭讪方式 此时奥杰才发现 遗兄康拉德居然不见了 于是他们俩来到了康拉德工作的商店 老板娘叫做玛丽安 一旁是他的新男友泰德 泰德说 他正打算和玛丽安搬离小镇 去其他城市发展 康拉德是玛丽安的雇员 也是和他从小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玛丽安回忆 昨天他一直陪着康拉德挖牡蠣来着 他昨天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原来玛丽安的母亲不久前去世了 全靠康拉德一直照顾自己 就连玛丽安的男友也说 康拉德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 还记得案发现场的那把枪嘛 内森刚刚查到 这把枪属于一个叫做杜克的混混 杜克是内森的对头 他平时就住在一艘破船上 可等内森带赵姐来到这艘破船 却怎么也找不见杜克的声音 转眼到了深夜 天上突然下起了冰雹 这个小镇的气候 如同精神病患者一般琢磨不透 时不时来个沙尘暴 暴风雨 顺带附责一道闪电 击飞雨 等奥杰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一丝不挂躺在船舱里 他只能随手拿起床边的衬衫 救他的人正是杜克 由于说一啊 这个杜克的脸真长 比卷服都要长 杜克已经帮他把衣服都洗干净了 案发现场发现的那把枪是杜克的 可杜克却说 自己的枪早就被偷了 对于死者莱斯特 杜克也表示不了解 没有接触过 杜克就像是个油嘴滑舌的小混混 不然平时 奥杰一定不会放过他 不过让好歹救过自己 奥杰还是选择相信他 奥杰回到了港湾警局 内森说他从小就认识杜克 在他的印象中 杜克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奥杰拿到了昨晚的潮汐时刻表 案发时 海岸正好涨潮 如此一来 康拉德所说的出海挖姆里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这也意味着他有足够的时间杀人 这或不但自己撒谎 还叫做玛丽安做假的时间证人 就在此时 玛丽安追了出来 康拉德没有回答奥杰的问题 而是大声警告他 跟自己保持距离 可奥杰天生反馈 天上再次飘起了雪花 康拉德似乎有操控天气的能力 见此刑警 玛丽安也吓得逃离了康拉德 康拉德亲口承认了自己是杀人凶手 于是奥杰拉德拉着康拉德来到了警局 恰好撞起了被内森抓回来的杜克 奥杰知道内森和杜克一直不对付 如今杀人凶手已经抓到了 也因为这杜克没有杀人 但这并不代表杜克是无辜的 因为现场的那把枪 证实了杜克曾与死者见过面 杜克却表示自己突然失忆了 除非内森先给他道歉 杜克心满意足 原来杜克是个舌头 死者昨晚找到杜克 想让他帮忙送自己去加拿大 但杜克知道死者是个重刑犯 于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不过据他所知 死者后来找到了一艘 注册号为2578的偷渡船 于是奥杰和内森兵分两路 内森却找死者最后乘坐的那艘船 奥杰走着在警局搜集资料 身为FBI 奥杰见识过太多无厘头的案子 可遇见超自然现象还是头一次 卡拉德显然有着能够操控天气的神秘力量 他不知道该向何人诉说 因为他知道没有人相信自己 就在此时 大夫兄弟找到了奥杰 先前兄弟俩一直觉得奥杰面手来着 原来他们曾在一篇27年前 名为《克罗拉多之子》的报道中见过奥杰 定性一看 这照片中的女人确实与奥杰长相一模一样 可奥杰并不认识这个女人 她是个孤儿 难不成这个女人是她的某个亲人 言归正传 比起报纸中的神秘女人 奥杰目前更想知道有关康拉德的信息 她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有超能力 于是大夫兄弟俩打开了小镇的网站 其中一篇1956年的报道 提到了一个叫做黑斯廷斯的女人 文章说 黑斯廷斯的家乡被一连串奇怪的暴风雨所摧毁 她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后来黑斯廷斯搬到了港湾镇 嫁给了当地人 而玛丽安便是黑斯廷斯的外孙女 奥杰恍然大悟 原来真正有超能力的不是康拉德 而是玛丽安 玛丽安的母亲遗传了外婆操控天气的能力 前不久她的母亲死了 从此玛丽安便继承了这一能力 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 案发当晚 出现在悬崖上的不止康拉德 还有玛丽安 是玛丽安将死者推下了悬崖 与此同时 内森已经找到了杜克提到的那艘偷渡船 死者本打算乘坐这艘船逃往加拿大 内森在船上发现了玛丽安的财务记录 原来玛丽安刚刚从母亲那 继承了200万的遗产 死者获知了这一消息 这次回港湾镇 正是想将这笔钱占为己有 可玛丽安跟死者飞金飞过 死者又是怎么知道她有这笔钱的 这个同伙就是玛丽安的新男友泰德 此时此刻 泰德恍尘在其他城市看中了一套豪宅 不过她手里还缺一笔定金 玛丽安是个恋爱脑 居然真的傻乎乎把所有钱交给她买了房子 奥杰慌忙将这个消息告知了玛丽安 这个傻女人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梦想着与泰德一起原则高飞 奥杰的一番话 对她而言如同晴天霹雳 玛丽安慌忙查询了自己的账户 她没有看错 泰德已经卷走了她所有钱 屋外瞬间狂风暴雨 玛丽安怒气冲冲 顶着风暴冲了出去 玛丽安并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这样下去怕是要殃及很多无辜的人 只见泰德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跑路 面对玛丽安的质问 这或狡辩说自己只是短期出差罢了 原来 昨晚是泰德约玛丽安去悬崖看风景 可她并没有出现 而早就叮嘱死者杀了玛丽安 于是不知情的玛丽安在恐惧中召唤了轮卷风 向莱斯特推下了悬崖 玛丽安越说越激动 刹那间电闪雷鸣 这一次她再也不会相信泰德的谎言 与此同时 奥杰和内森也赶到了这里 卑鄙的泰德趁着玛丽安分心 居然想掏枪杀了所有人 内森被打中了 不过这伙没有痛绝神经 她一个飞扑 制服了这个丧心病狂的诈骗犯 奥杰不停劝说玛丽安 所有的极端天气都是由她而起 她已经杀了一个人了 千万别一错再错 在奥杰的安抚下 玛丽安的心情终于平复了下来 玛丽安总是喜欢新鲜的事物 却一直忽视了默默守护自己的康拉德 案发当晚 康拉德之所以去悬崖 正是为了保护玛丽安 因为每次发脾气的时候 康拉德都在身边 所以玛丽安才会误以为 所有的极端天气都是由康拉德引起的 玛丽安并不快乐 她深信多疑 情绪飘忽不定 康拉德也是时候表明心意了 与其让她坐牢 不如由她让玛丽安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从此港湾镇少了很多极端天气 多了一对有情人 案件了解 内瑟依然不相信玛丽安拥有超能力 当然这是她的自由 这趟出行让奥姐受益颇多 她十分好奇 27年前这篇报道中的女人究竟是谁 她为什么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真的是她的亲人 于是奥姐跟上司请了一个长假 她要留在港湾镇 调查自己的绅士之谜 局长听把微微一笑 同意了奥姐的深情 所以她拨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原来奥姐的这趟旅程 是局长的刻意安排 围绕着女主和整个港湾镇的秘密 即将拉开序幕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灵异海湾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小说 《科罗拉多之子》 每集一个超自然故事 连接一条主线 女主的绅士之谜展开 史蒂芬金也为剧本提出了不少建议 确保剧情不会偏离航道 而玛丽安的扮演者尼可德波尔 曾是另一档科幻剧《死亡地带》的女主 该剧也是根据史蒂芬金的小说改编 前面几集故事比较平淡 等所有铺垫结束之后 整个剧情也将渐入佳境 相信老金的文笔 这绝对是一部慢热性的好剧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